在冰岛周末休息一天可以做什么 最近这一周冰岛的天气都很差 一直是暴风雪 好不容易赶上一个周末休息 整装待发准备出去扫扫街 我严重怀疑这边的公寓安静的多大门 不是防盗贼而是防暴风雪 现在先去找公交站坐公交车 你看远处那个小亭子就是公交站台 北欧的效率真的可以治好所有的焦虑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不紧不慢的 残雪车也在日复一日产这一个地方 半个小时之后我的公交车也来了 放下了 提前手机上买好票上个车直接刷二维码 你看外面 这就很冰岛 又过了半个小时 总算是刀站了 我也成功地错过了教堂的终身 下过雪的人心道一踩一个坑 刚到教堂门口 这会儿又开始飘大雪了 我的背后就是哈尔格里姆大教堂 它的整个形状都像是一个巨大的寒风琴 进到里面有一个人在专业弹奏着寒风琴 一切都那么慢 我很喜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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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